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不斷有藍白河的聲音出現 2020立委選舉是由郭台銘 柯文哲共同推舉的候選人 他在臉書就發文了 他是推薦柯文哲來選高雄市長 在演監控選區才藍白合作 還說只要領讓柯文哲這一席 藍營就有籌碼換取黃珊珊別出來亂 出席成功中繼市場活動 台下滿滿議員參選人藍綠白都來了 忍不住開個玩笑 但談到自己的下一步倒是很保守 我們下午餵鯊魚也拜託 眉頭緊皺表情複雜不正面回應 因為又傳出柯文哲2022轉戰高雄市 2020由郭台銘柯文哲共推薦的李靜穎 以國民黨與柯文哲的戰略互補為題 認為可復制2014台北市綠白河經驗 這回藍白河讓柯文哲前進高雄 只是這想法一個禮拜前才被本人親自打槍 李靜穎拋在野黨合作為國民黨困境解套 他擔心民眾黨自殺是提名分走國民黨選票 直言黃珊珊就別出來亂 給萊茵的蔣萬安滿滿大票倉 我不清楚他的想法 但是尊重每個人他表達的意見 我希望看到的是全民和 蔣萬安近期動作頻頻出沒台北市議會選前鋪路 北市選戰打得火熱反觀在野 其他現實布局藍白河不河各有盤算 記者旅行的高雄 特別報導 天使 Club 呃 呃 呃